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选战最后阶段 民众选地方县市长的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地方发展 结果蓝银只想着斗倒民进党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呼吁 讨厌民进党的国民党 跟民众党应该合作 点名新竹市和台北市要不要来交换 原来这位战斗蓝的发起人 根本没在关心地方发展 人选也不重要 他把民众的选票当成是囊中物 这是严重羞辱民众的智慧 那国民党林根人团队就相当不满 自己被当成的物品交换 随时都可以牺牲 柯建平就说 深蓝本土蓝内斗提早登场 国民党史上大崩盘的征兆已经出现 怎么会有政党放弃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呢 操作弃保白话文就是白吃蓝 那国民党会傻到送肉给柯文哲吗 而且牺牲了刚好又是本土蓝 这种会出卖自己人的政党还能呆吗 而民众党的高宏安最近又说错话 竟然说远离是非多的新竹 他又是习惯性的把问题推给别人 而且高宏安又被曝男友当助理寄生国会 林根人质疑有没有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男友的薪资呢 这是不是诈领助理费呢 另外跟柯文哲黑白配的苗栗县县长候选人中东景 自比曼德拉闹国际笑话 民进党团再报中东景涉嫌赌债被枪击 质疑未来如果当了县长 那县府会不会发生枪战呢 那最新的情况就中东景今天去提告曾文学 但是提告能让自己漂白吗 而在南韩离泰院发生严重踩踏惨案之后 柯文哲也没有在关心大巨蛋的安全 还是忙着布局未来选总统呢 那至少现在选台北市长的人选 总要关心吧 蒋万安有关心吗 还是更关心救国团的财产呢 那陈时中团队昨天针对蒋万安抹黑防疫 提出反驳 那也要来看看中国富士康郑州厂 现在发生员工大逃亡 员工为什么要选择步行逃难呢 真正防疫最烂的是中国 但都被蓝营刻意的忽略 另外乌克兰出动无人机无人舰艇 成功摧毁俄国的黑海舰队 全世界都在好奇 这个全新的战术对未来军事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那俄军现在只能用飞弹狂袭 没想到发射了50枚飞弹 被拦截了45枚又创下记录 最新军事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备翼少将于备陈将军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次时事评论员邱米宽 总将好 大家好 政政学教授范世平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新美事议员叶文芝 总将好 大家好 资论美田陈敏凤 大家好 再次资论美田王瑞德 总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新竹市场选情发烧 国民党林庚人爆料 高宏安是否让男友 担任办公室的人头 诈领助理费 那高宏安则是反击 林庚人抹黑 高宏安开记者会 宣传证件 但最后骂的却是对手林庚人 因为林庚人前一天 爆料高宏安 疑似聘用自己的男友 理性男子担任公费助理 曾经的战友透露 看过这名理性男子 但林庚人质疑 如果高宏安的男友 只是挂人头诈领助理费 恐怕涉及探污 本人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合乎 立法院的法规 相关费用也绝对没有 所谓的诈领助理费 或人头的事宜 但是我们看到林庚人 所先生所提的 这个私领域的部分 其实这个与公部门 其实完全无色 我认为有些事 甚至有华力方面的余力 高委员必须诚实 跟民众说清楚 讲明白 林庚人爆料超过 20个小时后 高宏安终于作出回应 没否认理性男子 就是男友 根据林庚人 秀出的民众党内部通讯录 理性男子挂名行政助理 没有分机 电话 email都跟高宏安一样 日前才说新竹市非多的高宏安 现在被曝男友当助理 但这助理很特别 找不到人 还有透过委员 所以国民党的新竹市长的候选人 林庚人最近终于听他讲话了 他说这薪水恐怕涉嫌诈领 先请教宽哥 这个指控是不是相当明确 先来跟各位谈选举 选举现在进入最后的四周 现在可以说人人有信心 个个没把握 这次的新竹选战 在全国的激烈当中排第三 所以在最后四周 你的言行 包括了整个政见的一个发表 包括了电视的一个辩论 每一关都自为重要 但最近高宏安有很多事情 大家突然间发现苗头又止回去了 来龙去脉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 高宏安他就在试婚的一个年龄 他有男朋友也是应该 李先生其实国内在经济界 在整个选举界在科技界 大家也都知道 但大家一件事情都不晓得 这件事情到今天爆出来 我也才说 哎呀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到底高宏安的男友是不是寄生在国会当中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件事情 目前在整个立法院当中的所有的立法委员 都有所谓的委员的通讯录 这个委员的通讯录呢会包括立委 包括主任 包括行政主任 包括助理 包括公关 包括法案等等的都弄出来 请各位注意哦 这张表当中有一些猫腻 什么猫腻呢 立法委员叫高宏安嘛 这个没有大问题对不对 那目前的问题是在这位行政助理 李先生的一个身上 这个李先生呢 第一个他在立法院当中 专门的办公室电话 他没有分机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没有分机也还好嘛 他可能平常都公务都在外面跑 对不对 第二件猫腻在哪边呢 第二件猫腻我们来看哦 他的手机 这个0906的 0906这通电话 这个电话因为我有高委员的电话 make sure 这两通电话是一样的 奇怪了 正常来说 助理要有助理的电话呀 怎么会助理的电话 跟委员的电话是一模一样的呢 所以这当中呢 第二个可疑点 他就又出现了嘛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这位李先生 第一个 他真的是高宏安的助理的话 为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分机 第二个电话一样 第三个王子也相同 这第一个 但是如果说这位李先生 他在外的其他地方 或者是某些私人机构 他有兼职的话 这里问题就大了 先跟各位谈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目前立法院当中 所有的工作必须要 专责专任 为什么要专责专任呢 立法院是整个台湾所有法案的一个根源 我们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人 他在立法院上班的过程当中 同时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 两边如果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会伤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当中有太多的一个利益 的一个问题 这个都要来讨论清楚 所以第一个 高宏安这个地方 他必须要来说明 包括了李先生 是不是在国会 然后后面 他的包括了整个手机 为什么网址会相同 那现在林根人 他就指控了 你的手机你的网址全部都一样 第一个 你是不是寄生在国会当中 然后再来 李先生是不是在外一个地方 还有其他的工作 但让现在全国最不解的一个问题是 居然一个助理 要透过立法委员的电话 要透过立法委员的网址 才找得到这个助理 难道这个助理的地位 比立委还要更高吗 所以我简单的说 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 现在包括了高宏安 包括了林根人 两边已经互呛呛起来了 选举到最后四周 很多事情会逐渐逐渐的明朗 但这也代表现在的选举 白热化 一天比一天还要更激烈 对 高宏安说新竹是非多 其实新竹没有是非多 是高宏安自己才是非多 现在被爆男友寄生国会 是不是诈领助理费 看起来情况是不是相当明确 来 瑞德哥 刚刚我们看到高宏安怎么说 他说这个林根人当选几率极低 难道在这些谈话当中 他又流露出那种优越感吗 难道这个当选几率低的林根人 没有资格来质疑高宏安吗 就好像我昨天看了一场棒球赛一样 那么在两人出局的时候 蛮累 你知道吗 然后在最后没有人知道球到底会怎么样 最后竟然三政出局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还没有在开票完成之前 你怎么知道当选的人是谁 当然除非那个开票过程当中 已经非常明显 那么罕见听到有一位候选人自己说 另外那位候选人当选机会极低 你这直接敢呛吓 你没投赛 意思就是我还投赛的意思 这个罕见 因为毕竟可能是数人 没有经验等等 但这一切的一切 不就是当时 所谓的林志坚中华大学夜间部的 那时候让人家觉得是精英傲慢 所以一连串所造下来 造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失言风波吗 那难道今天这个不算失言吗 你直接说人家这个 意思是当选机率低等等 那么事实上 只要如果男未婚 那么女未嫁 那我没有意见 这是个人的交朋友的这个等于说领域 私生活的感情世界 今天高航安也这样讲嘛 对不对 所以关于失领域的部分 他不回答嘛 对 我们今天不在乎他是不是失领域 哪怕他是不是你男朋友都没有意见 对 我不管他是什么男友 我们今天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的是 why 为什么 为什么 人家开玩笑说 那杰克在哪里 这个杰克到底是谁 杰克指的就是这一位理性助理 为什么他的联络方式 像林哥人 因为林哥人是中国国民党的新竹市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嘛 所以呢 他所提出来的这些质疑跟证据 为什么他的联络方式都跟你一样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怀疑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位助理 是要透过他的这个老板 他的立委对不对 去寻找的 没有这回事嘛 对 那他大家都一样 只有他不一样 那一定会起人疑斗嘛 那当然高航安出来开说 我完全按照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啦 这几年以来 最近上个礼拜还判刑确定了 那么有一些县市的这个议员啊 还有现在还有人收押的这个 县市议会的议员 利用人头去诈领这个相关 的助理会嘛 被判刑的一堆啊 还有判到九年啦 你知道吗 每个哪个出来不是说 我是冤枉的 对不对 我完全合服法律 我雇用这些啊 这个助理呢 我完全没有花口袋 那些被告每个都是这样 那个等于说 会自己喊冤嘛 所以不是你一句说 我是这个冤枉的 我一切还在规定嘛 那大家问题在于说 他是公费助理 所以他外面不可以兼差 有没有在其他的民间的公司 基金会这些 那么兼差领薪水 这是重点 如果有的话 那么大家就会怀疑 既然他是公会助理 他不可以 那么在外面的公司上班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你要适宜嘛 其实最好的方式 就会理性男子 自己出来 对不对 说清楚讲明白 全部弄出来 给大家讲说 一翻两瞪眼 我没有兼差嘛 我就在做助理的事情 不就好了嘛 对不对 因为人家全国在质疑你 这不是你一句话说 私领域的事 不是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私领域 我对那个没有兴趣 你知道吗 刚好那男朋友是谁 可是他做领域人是抹黑 这是抹黑吗 重点来了 是抹黑他的男朋友吗 还是抹黑他的助理的 因为大家有起疑嘛 怀疑嘛 那你说是抹黑 那抹黑的原因 你要让大家能够 对你有信心 为什么 就好像他在当 去年当新竹市的 民众党的党部主委的时候 门口党部门口的那一个 把人家侵占 那个用水泥 给人家霸占 这个机车阁的那个路霸 民众党的路霸 你一开始你也搞不清楚 还说是房东的事情嘛 最后证实就是路霸 他也没有就这件事情 出来跟大家道个歉嘛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一连串的失言 我觉得高航安 其实不要讲话 就没事 他一讲话一连串的失言 你到彰化去浮雪 一袭说来到这里真好 为什么 因为远离了 新竹那个是非之地 天哪 你这样一讲 新竹岂不是一个 是非充满了 是非充满了问题的地方 他把新竹踩在脚底下 那你远离新竹 那意思 那你干 你干脆就离开新竹 不就没事了吗 对 你要回到台北 回到哪里 不就没事了吗 不要选好了 你又失言了 为什么呢 请问一下 你所发生的 这一连串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 是新竹市对不起你 哪一件事情 是新竹市的 是非去 扰乱了你的选情 不是因为你这个 你自己本身的 所惹出来的这些 争议的诗言 跟这些所谓的是非吗 请问支撤会 是新竹市害你的吗 支撤会的 这个你到美国 信心那提去 到底有没有 经过书面申请报备 对不对 请问是新竹市害你的吗 都不是吗 学术论文涉及抄袭 没有引注 没有注明 请问是新竹市害你的吗 都不是吗 匪陶匪 然后一连串的 这些所谓精英傲慢 然后甚至于 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刚刚讲的嘛 请问你新竹市民众党党部主委 然后你自己本身 你的这个相关的 新竹市的候选人 涉及会选 是新竹市民害你的吗 不是吗 然后呢 四层楼的房子 变成七层楼 是新竹市害你的吗 不是吗 对不对 这些是跟你有关系 尬在一起 都跟你脱离不了关系 你要勇敢的 去面对这些事情 而不是把所有者 比如说 我觉得那边乌烟瘴气 我觉得那边 对这个事实证明 如果你自己 不处理好这些是非 你人道的彰化 你看马上林各人就开炮 这次林各人开炮开得好啊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 这些投人应该去学学 在场的叶元支的精神 他说我看到罕见少数 国民党还有替林各人讲话 今天竟然连 你战斗兰的领袖 号称要代表国民党 争取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 赵超康都讲那种话 对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都可以去交换 把林各人交换掉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国民党的候选人 即便你现在不是这个党主席 你也是一个政治领袖 你也是想要争取 你还战斗兰的 战斗兰什么意思 战斗 哪有不战斗说 我跟你交换 利益交换 牺牲我们的候选人 在所不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 不可思议 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子 如果政治是一个 分赃的工具 那这个政治太肮脏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你把人家林各人 当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林各人 今天这个开炮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有疑问 他可没有说高宏安 就是怎样就是怎样 但有疑义 你就要说清楚 你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 让大家完全无懈可疑 我讲坦白的 你完全无懈可疑 你真金不怕火炼 那人家是非再多 红尘是非都不会到你的身上 对面对争议 其实高宏安 当然可以去解释 可以去说明 但他竟然就说 你选不上还抹 可以来这余将军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呢 面对质疑 然后你还要去贬低 去践踏林根人 那当然林根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那你就要去说明 那再来就是赵少康建 去抛出蓝白合作 然后新竹换台北市 这个对林根人来讲 还有新竹市民的来讲 都是严重侮辱选民的智慧 这当然选举 是选贤与能 不管什么政党 老百姓来讲 我选出一个最好的 帮新竹市服务 赢家是老百姓 选举绝对不是非常难看的政治交换 这怎么可以把这个话讲明白呢 你有策略你有谋略 你私下去做 公开呼吁 对你把它呼吁了 这就变成说 蓝白在这个under table 要做一个非常难看的政治交换 对 这真的是太丑陋 太难看了 因为我讲高宏安 我最近还在说 林根人打得好 因为高宏安是不能回话的 因为高宏安一回话 就糟糕了 我想说高宏安是个聪明人 应该不会回话 那想不到 他真的聪明到我无法评估 你怎么会去回呛林根人呢 甚至说 你就所以选不上了 所以你才在呛我 高宏安你在新竹的基本盘吗 他没有基本盘嘛 他的几乎他的这个盘势 他的这些声势 都是从林根人身上挤出来的 都是蓝营切给他的 对 那你怎么会去开骂蓝营的候选人呢 你是直接跟你的支持者对呛吗 你支持他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事 我支持你我还要骂你 对不对 我是蓝营的支持者 因为我觉得我高宏安不错 我支持你 那倒过来说 你们这些没有出席的国民党 你们根本选不上吹来骂我 那这些人是怎么样 这猴子舔蒜盆子啊 这越舔越辣啊 这怎么回事啊 我支持你你还骂我 所以高宏安这种骂法 这种讲法是完全不知道选举是何物 他完全把自己觉得是优秀的不得了 一定可以一飞冲天赢下这个选举 他一再流露出那种优越感 他的优越可多了 对 他的优越可多 赫林跟人选情不好 都被他践踏成这个样子 对 你算不定啊 你还来抹黑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 尤其萨嘎都 会这样子去呛第三者 因为第三方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赢 新竹不是像台北市一样 百万以上的选票 你想想看 22万要翻转 简不简单 三个人一分 一个人大概10万票都不到 你要翻转 其实很快的 其实林跟人抓到这个问题 他说其实你不要就认输了 你认输 你输掉的不是一个新竹市 是国民党在新竹的态度 你以后这个党 还要不在新竹执政 你这个党 还要不在新竹去坐下去 你态度没有了吗 还没选就认输 所以林跟人跳出来是对的 但是我讲高宏安 在彰化讲那句话 那叫什么 人家有一句佛家的话 说什么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这高宏安市 这新竹本无市 是宏安是非来 是非怎么来的 跟着你高宏安来的 新竹本来没有是非 新竹好好的 新竹市好好的 美食文化 又是个科技的一个城市 它本来好好的 没有是非 你怎么跳说 这新竹好多是非 来彰化正开心 那你去选彰化 你去选彰化 你跑到是非 你跑到是非最多的 新竹干什么 新竹没是非 新竹本无市 是非是宏安来 你带来的 没有人强迫高宏安去选新竹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我说这段时间 然后再开始 林个人所讲的 那个所谓的男友兼职 因为通常助理 一定都是要帮忙 这个委员嘛 然后一般人 是可以直接 联络到这个助理嘛 这更严重 我们在地方自治里面 所有的不管是议员 还有一些 相关的这个民意代表 这是被办的最严重的 就是你没有去做这个事 你却领了公家的兴奉 这很严重 桃源有好多 都是这样被办的 那你高宏安知不知道呢 到底有 不管他是你男朋友 我觉得不重要 有没有这个人 有没有理这个薪水 而且这躲不掉的 为什么 每一笔都有申报嘛 你领的是公家的薪水 谁领的 谁签的 入谁的帐 清清楚楚 这个人有没有来工作 你来工作 很简单问你办公室的人 这个人有没有来 他问说没有 没有这个人 那好 没有这个人 因为你没来 但没有这个人 有没有领薪水 有没有实际工作 没有工作 怎么可以领薪水 那我觉得零个人 这个一打就 那高宏安 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清楚回答 有没有清楚说明 他说抹黑 只说抹黑 他说抹黑 所以刚刚瑞德哥讲的很棒 到底是抹黑 他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抹黑 他没有在这边工作 你讲清楚嘛 资料摊出来 人家叫你扣脚平单 说出来 没有你薪水 你也不敢拿 那现在这位助理 他到底有没有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领公务的助理费 那你总拿得出来了吧 你总摊得出来 这个也不摊 那个也不摊 就跟人家说哎呀抹黑啊 你选不上啊 我告诉你 零个人可以告他 我跟你讲 你意图使得不当选 还没有开票 怎么可以说我选不上 而且现在距离选举 剩下二十几天 你这样子讲 零个人 零个人告诉你 你告诉所有蓝营的支持者 这种人值得你支持吗 这种人 你国民党 如果态度这样的软弱 你不但会输掉新竹市的市长 输掉国民党在新竹的态度 对的确 刚刚完这个问题 助理费恐怕麻烦非常大 来原知 但是我们看到赵少康 怎么会去讲说蓝白河 然后去新竹换台北 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不是明摆着 要把零个人给牺牲掉吗 站在政党的立场 国民党就是要 全力的支持零个人 我觉得这个立场 是没有自确定的 如果说要拿新竹换台北 那马英九前几天 去帮零个人站台干嘛 侯又怡也下去很多次 朱立伦也下去很多次 所以其实国民党 还是支持零个人 昨天零个人这样打 我觉得就对了 其实很多人骂他 很多蓝英之诚骂他 我就觉得有点错乱 真的蓝英之诚去骂零个人 对还有人骂我 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帮零个人讲话 因为昨天我认为零个人 他有气概 他旁边站的一堆都是 国民党的新竹市议员 然后他开炮 真的高宏安 反正就这样 撒咖都大家就 大家互相质疑你 质疑哪去 你说我不能讲你 林郑人去讲高宏安 高宏安就说 你已经选不上了 你就是在帮民进党抹黑我 就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 希望民进党选上之后 可以造你的灰色企业 有这么嚣张的人吗 我刚刚讲的话 是高宏安讲的 这个新竹市长 谁选得上谁选不上 不是你高宏安说的算 你以为你是谁 是新竹市民说的算 高宏安你现在讲话 嚣张已经让人家讨厌了 你跑到彰化去讲说 新竹是是非之地 新竹人觉得说 关我什么事 我们本来没有 没有你高宏安的时候 我们很亲近 你带着是非来 然后你把是非留在我们新竹 你跑到彰化在嫌我们 我是新竹人 我也投不下去 所以高宏安就继续这样子讲 但是你不能够 你自己那么嚣张 还看不起别人 说什么林根人 当选几率极低 这个话你说出来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新竹市民 我听了我也觉得 天哪 怎么会这样讲 我这太嚣张 太傲慢了 这种人当市长 你市民还得了 原则你看他这个助理费 是不是问题很大 很明确 这个他必须要说清楚 高宏安哥你知道吗 昨天林根人其实 他质疑了高宏安很多件事情 问了非常多事 结果高宏安今天发了四点声明 他有好几件 他回的正正有词 比如说针对专利的授权合法的问题 回到正正有词 还骂林根人不懂 然后讲到 就是有没有什么 股票内线交易的问题 他买科制股票 林根人质疑他有没有内线交易 他讲了正正有词 什么时候买的 多少钱买的 买完之后 科制是什么时候被虎海收购的 正正有词 唯有一件事情 他避重就轻 就是他一事难有当助理这件事情 他就说这个事情跟公领域无关 容他有所保留 然后他讲说 他一切聘用助理都符合规定 都按照立法院的规定 这没有针对问题 没有讲啊 人家质疑的很清楚 人家也不质疑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 感情好不好 或者他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 或者说你男朋友 有没有婚姻关系 人家都没有讲这些 人家讲的就是 请问你聘用他 他有没有帮你做事 因为如果有帮你做事的话 为什么在通讯路上面 他这么神秘 一般来讲的话 每个助理大家都互相认识 我有你的电话 你有我的电话 怎么会只有你的电话 是留高宏安的电话 所以其他高宏安办公室的助理 如果要找这位助理 还要透过高宏安 这太荒谬了 对 我找这个Jackie Lee 然后我要打高宏安说 委员请问一下 Jackie Lee 你可以帮我转告他吗 这就很诡异 就很诡异 所以你要交代清楚说 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很神秘 他的资料很宝贵 你们不能吵他 所以要透过我帮他筛选 但是他有帮我做 什么事 你也可以讲 这个事情跟你的感情无关 你也可以 这是公领域 我们不管他是不是男友 因为他有领纳税人的钱 那你为什么不讲 你为什么就一句话说 合乎规定 合乎规定是你讲的 不是大家这样认为 那还要经过检验 对 最奇怪就是 你其他事情都讲得正正有词 归督这件事情不讲 那你觉得不会很奇怪吗 你觉得很心虚 你觉得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他还是要讲清楚 对 来 明凤姐 怎么看这个新竹市的选情 突然变这么热闹 搞了这样 让这个果然有高宏安 真的是非非常多 但是我们也看到 赵绍康的那句话 会不会造成蓝营 内部知者的分裂呢 这个柯建平怎么讲 他说选票不是你的囊中物 选情瞬息万变 你不到开标都很难预料 那国民党现在内部深蓝 跟本土蓝会大乱斗 已经出现史上大崩盘的征兆 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高宏安讲说 这个是非多 那就是印证他自己在新竹市 弄了一堆是非 那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 不管是资策会的也好 或是他男朋友这件事情 我们不管最低的标准 合不合法 你到底合不合情 你是不是在这个公司之间游走 你是不是在走一条桌 我假公济私 但是又不违法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东西跟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做法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就是每次都借的 借助这个国会 然后借助台北市政府 然后发展自己的组织 寄生 对啊 就寄生嘛 那你高宏安还没有当选 你口气那么大 你就摆明说谁不会当选 万一你落选他当选你那你不是糗大了吗 选举是讯息万变 未到最后 对你做人真的不谦虚 我觉得你真的是你自己要检讨 没有人这样子 而且以你这种态度 我可以替新竹市民保证 他这种态度 未来在府会合作上面 一定有很大的困难 那你府会没有办法合作的话 你新竹市的建设要怎么做下去 所以这种市长你骄傲就归你骄傲嘛 可是你不尊重地方的生态 然后不尊重对手 我说实在这是君子之争啦 虽然说虽然大家都觉得林格仁的确是比较弱势 但是你把他明白讲出来 你表示你瞧不起他 林格仁是当是议会的议长 他的推选不是中央党部推的 是全体国民党的市议员推的 那你得罪多少市议员 如果你真的当了市长 那些议员对你会怎么样 你欺负国家大哥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 就是说你在台北待久了 天龙国 天国心态 然后你到新竹市 你也不好好地学习 然后又选举了 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都讲不清楚 我觉得譬如说资策会这种东西 你就会面对跟资策会这种变 那事实上那公司不分 有没有这种嫌疑 其实是有的啊 那你男朋友这件事情 那你也不敢讲清楚 那是不是也表示说 你就是假公济师也是有可能啊 否则你就坦坦荡荡 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高宏山从头到尾 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没有办法让人家信任嘛 那你这样子偷偷摸摸摸摸 就是说凡是做事情 每次都在 你在这个资策会的时候 就是这一套到国会同样事情 同样发生 你到市政府会不会一样 会不会说我这些亲信 我都是什么家里人 或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新竹市的选举里面 对高宏安对新竹市民 一定要睁开眼睛来 检视这个人的人品 我觉得做一个市长 做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 就是公司分明 何况你诈领这个所谓的 如果你真的诈领助理费 现在是重罪 这都要法办的 这个是要法办的 如果你即使没有法办 你说你合法 合法不是你说的算 你送检掉 你自证清白 你要不要自证清白 你把所有男朋友 在你这个国会头 任职的开始的时候 包括他在别的地方兼职的部分 还有他工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诈领 你自证清白送检掉 我们才相信你清白 不会说你一句我合法 我就合法 你合法 你是司法单位吗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选市长 你要以谦卑的态度 来看待你的对手 还有你的市民 连你对手都瞧不起了 然后你市民你会觉得说 那些低学历的人也会瞧不起吗 对 我以后的市长 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他会选民着想吗 对 范老师 所以高宏安的这番话 真的是麻烦大了 他的助理费 但是赵少康的这句话 是不是也让蓝营支持者 恐怕会这个军心大乱 那这个说蓝营内部支持者 会不会有分裂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这件事情 按照一个美国危机处理专家 叫沃克 他说危机有两种 一有叫灰犀牛 一有叫黑天鹅 什么叫灰犀牛 是我们已经看到 危机的征兆 可是我们故意不是管他 默示他 然后他慢慢慢慢发展 那爆发出来 所以犀牛走得很慢 因为假如黑天鹅 就是你没有看到征兆 他忽然爆发出来的 这个事情完全是灰犀牛 因为他公然把这位理性助理 他的名 因为他这是在立法院的通讯录 是公开的 每个委员都有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怪吗 为什么一个助理跟立委的电话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个助理没有分机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手机不会通 就要靠分机 而且立法院里面打分机还比较快 直接拨分机 那为什么他没有分机 好 那为什么这个人很少出现在立法院 那他的email跟手机完全跟高安一样 这也很奇怪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男一女 如果今天高安真的有男朋友 为什么你跟这个理性助理 你们两个的email是一样 为什么你们两个的手机是一样 那这位如果这个理性助理 他有女朋友 他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跟你老板的手机一样 email一样 起人移动 不合逻辑 所以说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 那到底是高安是这位理性助理 他是理性的这位 这位人士的助理 还是理性这位人士是高安的助理 搞不清楚 所以到底是谁负责接电话 是高安会负责接这个理性助理的电话吗 就大家觉得这个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安他怎么会认为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呢 所以我说这叫灰犀牛 他吃着会发生 高安没有任何危机意识 你起码把这个立法院的 国会办公室的通讯录改一下嘛 他连改都不想改 表示他觉得这个事情 不会影响到他 就一下一爆发 你如何解释 他今天要做 他今天只说完全合法 完全符合规定 他说我这个私领域跟公部门无设 所以我不需要讲 你今天只要拿两件事情就好 到底这个理性人士是不是你的公费助理 公布他的扣角平单嘛 他没有拿这个薪水啊 他当志工 他当义工 那我们没话可说 他今天是拿立法院所编的预算的公费助理 那是谁的钱 人民的纳税钱 其实我们要讲 这个资料立法院一定有 因为立法院发钱给他嘛 他一定有你的这个 李某某他的账号 他会缓嘛 所以这个东西很容易查 而且我认为这两天就会出现 再来就是 你到底跟这个理性男子 是不是男女朋友 你可以说我跟他完全是单纯 我没有任何私交 我没有任何私疑 我们就不是男女朋友 可是他为什么不敢讲 他怕什么 他怕搞不好 他跟这位理性男子的一些 比较亲密的一些照片 可能早就被媒体给跟拍了 搞不好过两天就释放出来了 两个人食指紧扣 你说你是普通朋友 两个人勾肩搭背 你就是普通朋友 两个人一起出国旅游 也是普通朋友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敢跟这个理男切割 如果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瓜葛 不是男女朋友 很好解释 我可以找我另外一个助理 他们两个就是公司公伴 下班后也没有在一起 可以找证人来解释 为什么没有 所以他在隐蔽这两件事情 那我认为这件事 是最差的危机处理方式 我必须要讲 林跟人这件事情 第一个 有背后有高人指点 有人给他资料 第二个林跟人现在反手围攻 其实我们知道林跟人 他个性是比较温吞 他也不太想去炒一些什么 这些什么味的花边新闻 他其实就是蛮老老实的 一个做地方服务的市议员 才能做六届 但是为什么他先要开始 因为这样有动作呢 而且针对高航安 因为他气不过 他觉得第一个 你国民党气养我 气生我 你国民党大家表面上支持我林跟人 事实上都在高航安 所以他现在是对国民党产生不满 因为他的票一提高之后 高航安受威胁 所以他即便他可能选不上 他也不要让高航安上 他现在的目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因为 还要气国民党 你们这些人看不起我 把我看作第三名 可是我就是让你们心中 所想的高航安落选 这很像一个决地大反攻 大反攻 决地大反攻 所以我觉得他所上 我觉得接下来 还有可能有别的资料 因为你看根据中广的民调 这两天高航安是25.96支持度 沈慧宏也是25.96 一样 然后我们看林跟人是14.04 沈慧宏跟上一次的民调 增加7.70% 7.70%是什么 吃了大力丸 大补丸 超过这个 可以说成长非常多 那为什么如此 就是因为 高航安他的支持度 没有真没有简 就开在那个地方 可是沈慧宏上来了 那加上现在这几件事情 你说这个到了彰化 说新竹是是非之地 你就鄙视新竹 所以我看很多人就说 你明明跟新竹无关 你也没在新竹出生 你也没在新竹读书工作过 你是谁空降来的 空降就算了 你连新竹的马路都搞不清楚 你连新竹有几个理都搞不清楚 你要选新竹市长 好 让你选 可是这问题是 你竟然要这种鄙视新竹的态度 由上俯视新竹人民 新竹是非多 这个地方好像不宜久留 这难怪会引发像 包含像这个林根人 因为他是在地的 他也觉得不满 他的支持者一定也不满 希望林根人有更多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会让高航安 我觉得在这个选前 是那一个月的时候 爆发这个事情 而他又解释不清楚 而且我认为后续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后续的报道 所以对于 对高航安来讲 是极为不利的 好 除了新竹的选情 现在苗栗选情 也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 特别是柯文哲 跟中东景的黑白配之后 真是太热闹了 那也让外界高度好奇 中东景的过往到底是什么 那昨天苗栗现议员 曾文璇也有来上我们节目 结果中东景阵 今天就去提告 曾文璇说诽谤 说意图使人不当选 就让外界好奇 这个中东景阵 去告曾文璇 就可以让自己表白吗 要请教瑞德哥 曾文璇有说 这不是 中东景是不是黑道 也不是我第一个讲的 朱立伦不是不提名他吗 那柯文哲不是也讲吗 再来民进党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说之前中东景曾经怎么样 曾经因为赌债的关系 曾经被人家枪击 事实上 那么中东景阵营 他去提告曾文璇 那是他的权利 在台湾你要去提告人家 毁谤黄爱名誉 我没有意见 或是当选 那个艺术使人不当选 这个是你的权利 那么当然到了法院去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是想要以送子棒 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11月26号马上就到了 所以他这个只是一个政治动作了 这意思希望曾文璇 在未来二十几天 不要再有同样的言论 那个蔓延这样子而已了 不过我一直不太了解 就是说因为他一直把 他们的阵营里面 一直是强调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七个人一起去 因为他从桃园到台北市 还带四个女孩子 从桃园到台北市来喝酒 然后呢那时候 曾东景叫钟朝平嘛 然后一起在台北市的景州街 向道那个喝了酒了以后 跟了一个喝醉酒的人 胡先生发生了冲突了以后呢 那胡先生最后被这群人打死 就因为他可能喝醉酒了 先打了其中一个耳光就对了 那后来他们就变成群殴 然后后来呢 那这位胡先生倒地 头还被人家用脚踹 最后送马届医院以后呢 死亡 那么当时曾东景虽然呢 在这个警方中山分局抵达现场前 已经先搭跟有其中几个人搭建设离开 但事后 警方除了逮捕在现场的市民歹徒之外 后来还是有把中山警逮捕 然后移送 当时移送的是用杀人罪移送 那么这个案子到后来用过失 过失这个算是伤害啦 伤害致死判刑啊 我一直不懂 他们一直说这个是做黑牢 这个是戒严时期做黑牢 但是我请问各位 他们还说没有经过审判嘛的程序嘛 你知道这个案子发生了两个月后 台湾就解除戒严啦 那么他一直在强调警备总部 解除戒严以后的警备总部的地位 是一落千丈啊 在此之前还执行过一个所谓的疫情专案啊 你们听过疫情专案嘛 那时候全国的警方把人逮捕以后 这些人都要经过警备总部 何可才可以 甚至于包括延安报告这地方 都是警备总部在执行主管的嘛 可是那是戒严时期 一解除戒严以后 警备总部就再见了 就几乎整个地位全部都垮掉了嘛 还有就是这个案子 怎么会没经过审判呢 他有起诉有一审二审的判刑 要不然你怎么上诉 要不然我问你怎么上诉 所以呢事实上 如果你要说这是坐黑牢干什么 好嘛我一直赞成说 那你要去申请再审 你要还他清白啊 冤狱赔偿啊 这些都是一个动作 冤狱赔偿没有多少钱 但是一个政治动作嘛 那么我们大概很多人都 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这几天的言论 是什么呢 拿南非的总统 曼德拉的故事 好像意思是曼德拉坐过 二十几年 二十六年的牢 然后后来 曼德拉被更生人啊 然后呢 他出来了又变南非总统 我告诉各位 英雄不论出生地 这我赞成 那么但是 钉子钉在木板 就算把钉子拔起来 那都有个洞 所以凡总共笔留下痕经理 虽然是更生人了 但并不表示你年轻的时候 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就不当一回事就算了 没有那回事啦 但是我们可以去反省 不是像神父告解 像社会各界告解 我年轻时候所犯的错误 你知道吗 而不是去告解说 那是警备总部 那是做黑劳 那是见识 我就不要这样 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往 坦然面对 其实最好的危机处理方式 就是坦然面对 就是针对现实事实 跟大家举个功 我年轻不会想 但有吗 这样就好了 但有吗 承认有这些事情就好了 曼德拉都出来了 你知道曼德拉 曼德拉不是南非的总统 他不是这样而已 他叫做南非的国父 他一辈子之所以 做26年的老 为什么才能南非的地位 那么崇高 他是为了种族隔离对抗 所以才被抓去做政治老的 他是争取人权 然后率领的很多南非的 各式各样的人权运动 所以还死了很多 他们相关的黑人等等 还争取到最后最后出狱 那么还受到这个南非人 那么无比崇高的这个尊敬 是这样来的 他是政治犯 绿岛 最近不是姚文智的这个 流氓国俗号对不对 他们是政治犯 政治犯跟作奸犯科是不一样的 对 我再讲一遍 更生人 新生打狗 有时做 咖啡打差 谁人不 做错事没有关系 做错事坦然面对付出代价 然后最主要是 要跟社会告解 我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我非常抱歉 但是我得到我应该有的惩戒 我认为我应该要重申 我要做好事 我从此以后不要再要怎么样 不要再碰这个 不要碰那个 这样才对嘛 对不对 你不能把自己跟崇高 无比崇高的政治犯 政治犯可没有拿西瓜刀 话来话去 我想白的就是这样子 你要去坦然去面对 你不可以把自己 两个完全 都是关在监狱 但是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 这样做的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事 反而对你是适得其反 那么我觉得 中东景去见柯P 事实上在所谓外界机之为 所谓黑白配事件里面 受伤最动的是中东景 你不见他 你不会衰成这个样 他现在后悔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悔了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事了 我问各位 如果民调拉开这么多 那么何必去告 你懂我意思吗 对 如果要不了要领先 如果套一句高宏安说的话 我当写的机率非常的高 我当写的机率非常的高 我何必这样子 我何必去告这个 何必去告做那么多重度 我相信应该他们自己内部也知道 选情有点告急了 我还是会奉劝中东景坦然面对 但是千万不要再讲一句话说 那是政府的问题 苗栗以南杀死都是这样 不能这样做 不能你闯红灯 就说别人也有闯红灯 闯红灯就是不对的行为 要坦然面对 对 那就是中东景 有没有坦然面对 还是试图想要掩盖呢 现在说要去告了 怎么说呢 就说曾文学上争论节目说 我是黑道大哥 打人伤人都不用自己动手 他无凭无据 栽赃嫁祸 将对其意图使人不当选 既提告 相信法官会明察秋毫 于将军 真的吗 法院会认证他是白的吗 我觉得法院只会认证 一个人的行为是有罪还是无罪 绝对不会帮你做任何的洗清或是漂白 这不是法院的任务 那其实我觉得中东景大可可以说吗 我犯过罪 我也被关过 那么我希望把我之前做不对事情的态度 改为帮地方做好事 这不是很漂亮吗 就是有 你就曾经做过嘛 你就曾经做过 做过又怎么样 好汉做事好汉当 说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我现在改过向善了 我也被处分了嘛 你不要说当时处分我是黑劳 当时对我的是不实指控 我是被冤枉的 那你当时总不在法庭上讲 所以是不是试图掩盖 对不需要掩盖 而且你当时的支持度很高 你跑去找了柯P 那现在反而让你的选情告急 你应该去告柯P啊 对不对 你告别人干什么 是柯P害你害成这样的吗 因为真正的认证的是谁 认证的不是这位议员 真的认证他的是柯P 而且柯P还不只认证他一个 把北台湾全部都做认证了 这太可怕了 所以中东景现在是哑巴吃黄连 谁叫你要去找他的 谁叫你要去找他 就知名度大增的结果 大家对他好奇了 对对因为他当时认为说 柯P黑声量负面声量这么高 你看制度这么好 我也来个负面声量 发现你毕竟不是柯P啦 对你没有办法坦然面对很多事情 所以中东景现在紧张 当然紧张 可是我讲这个时候苗栗地区 最可怜的我应该是国民党的谢伏宏 他真的是有够委屈 因为是朱立伦点名要他的 那么朱立伦点名他之后 现在苗栗你难道就放给他 就放给他中东景自己选吗 放给谢伏宏自己选吗 我觉得国民党要表达出一些态度 就是当时你既然要 我觉得国民党这个是 可值得大家赞成的 就是说你国民党要跟黑金切开 我觉得是赞许的 可是你要切得漂亮 不能放了活动 你国民党就跑了 谢伏宏自己负责 成败致富对不对 赢亏致富不能这样 那如果我讲 如果总统景选完之后 难道又回国民党吗 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民党 现在各地方的党部 国民党没有钱了 那总统景跑过来说 来我来支持 我来付这个党部的钱 会不会又变主委啊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这次 你要做贯彻到底 包含了桃园 包含了苗栗 都是你极力提出来的 当初你没有坚决不提名总统景 去提名谢伏宏 但是你谢伏宏感觉上也是半放弃 如同新竹林跟人 是 你看从新竹到苗栗 这谢伏宏心里怎么想 国民党的做法 真是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对决心下一半 你今天真的要跟黑金切干净 你就彻彻底底的切干净 而且下去之后 你就跟他宣战 你看国民党有敢跟总统景宣战吗 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谢伏宏呢 自识度上不来 然后你就想说 没关系 两个赢一个就好 这不是态度 这不是一个政党在地方 要大刀阔斧 改革你整个党形象态度 不是这样 你要的话就是 我非让谢伏宏当选不可 总统景当选不算我赢 对不对 他现在好像是都可以 总统景赢了也算泛蓝的嘛 谢伏宏赢了也算泛蓝 哪里有人买彩券买两组号码 说两组号码众议券都是我的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种好事 对你反而是让党的支持者 看不起你 其实苗栗 国民党长期在那边经营 犯了很大的错误 你不实施政治经营 你不实施组织经营 你一直在做地方派系 这我就讲金钱派系的经营 你到现在为什么 这么多人会跟中东景走 他不是中东景太伟大 因为中东景有照顾他们嘛 这些国民党的议员 可能加入国民党 有部分是为了中东景而加入的 所以这一次你把我的 你把我的头给赶出去了 那我当然不用国民党参选 所以国民党要想到一件事 你针对这些地方 这些比较草根性强的一些地区 你还要不要走地方派系 你还要不要走所谓的金钱派系 是不是应该积极的经营的党务组织 把你的理念 让所有这些地方的人民知道 应要赢在理念 而不是赢在金钱 是 赢要赢在你的政策 而不是赢在派系 现在外界对于中东景 最好奇的就是 他过去到底做了什么 真的跟曼德拉一样吗 民进党团 今天就有召开记者会 就说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什么因为赌战 然后被人家开枪 那我们就翻到过去的报纸 在民国85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叫中朝平 说被三名持枪歹徒 射穿左大腿 警方研判枪击案 跟赌债的纠纷有关 然后警方透露中朝平 曾透过黑道分子 还钱给当事人 但被黑吃黑 台北的黑道分子南下要债 双方发生争吵 所以歹徒才会开枪行凶 明凤姐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 难怪民进党团今天会质疑 那如果你中东景当选的县长 进入苗栗县府 以后的枪战 会不会发生在苗栗县府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小 我觉得国民党 连国民党都不敢提名的人 你觉得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也很可疑 那朱镕陵有一个很好的 很了不起的本事 他会把大事化小 对不对 他去参加同学会 化破同学的肠子 然后肠子流出来 他说这是小伤 而且同学也好了 所以在他心里面 这是就是同学会打打纳闹 那你 你觉得 天啊 你觉得 打打沙沙很平常就对了 对啊 那你觉得我一般人开同学会 会开到这种程度吗 然后他占据 他不晓得占据一个什么 一个公有地 然后他就说 我只是弄一个小苹果 你们就说我是占据一个大西瓜 这个说法呢 这完全就是把清苗代险 把自己犯了罪 统统给他一个这个表白给洗清嘛 那你抢战也是一样 那你他做议长 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上次好像有看一个影片嘛 就是苗栗可以不开会的啊 曾文璇 就问议长说 那议长你才试一下 这个你才试上午休会了 因为他不让曾文璇继续问 然后他就说 那他就问他说那下午开不开会 这位议长就说一句话说 那就看议员到不到 有没有够过半数 要不要成立这个有到开会的人数 一个议长既然开不开会 是看议员 你们好随性喔 那苗栗国是独立了吗 结果下午国还没开会啊 这些老议员都心知肚明 都知道不要来 只有这个曾同学比较年轻 所以他就乖乖来问说 到底要不要开会 所以你看苗栗县 在整个国民党 一直没有政党轮替统治之下 他苗栗县他已经话外之名了 能连要预算 要审查预算跟这个县长要 县长都可以不给 县长都说你等那个议长通过 你再跟透过议会来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区 我觉得这个今年是很好的机会 如果说这个人跟这个谢福宏 整个来影视分裂的时候 对民党是非常有利的 那我们就要问说 为什么明明知道朱立宁知道说 如果提了这个中东警 可能这个胜算很大 而且可能也会赢 但是他就死不提 那本来就是国民党要避开这个嘛 他宁愿提一个比较弱弱的 朱立宁应该知道 那个选战的时候一定会有公子 就提个弱弱的谢福宏 宁愿蓝营在苗栗分裂 可能让民党当选 他也不提这个中东警嘛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朱立宁都知道要避开事情 你柯文哲一点都不嫌 然后苗栗人难道也要造买单吗 那你柯文哲去了之后 结果你看吧双败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存善心 不存好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像这样的人你做议长就算了 台湾我说实在的 我也没有说要诽谤谁 台湾议长的这个背景 亲一色是什么色的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像如果你议长 可是他是第一个要职工县长的 没有错 没有人议长来赶出来选县长或市长的 很少很少 因为他的背景是洗不清楚的 然后做一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苗栗这一局 我觉得应该给苗栗人一个新的机会 偷徐定真 偷民党看看嘛 否则你们议会永远搞成这样子 你们市政府永远搞成这样子 那个议会根本监督不到市政 这个新的 这个快要卸任的县长 当时接的时候也是骂刘正宏 打开抽屉一毛钱都不剩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跟 把毛利搞得快破产 然后还要去支持这个中东警 我就觉得这完全不符合 然后我觉得国民党也不要做假戏 如果有违规站台的 赶快开除 你不要在那边说 这个人当选后就回国民党 你两边都吃 我选举的时候 打如意算盘 对民生也要 然后选举之后 你要多一席 我觉得朱立仁就赶快把他开除 那个谁 那个立法委员去站台 就赶快开除 连这些人通通开除掉嘛 议员这个才是 才是国民党真正告诉大家 不要再给黑金挂钩 所以国民党在苗栗市 是做假戏嘛 然后提一个谢佛宏 其实根本也没在支持他 没在管他 又放声 如同辛卓林跟人一样嘛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 当柯文哲被批评说 跟中东警见面的时候 柯文哲说呢 我是要确保中东警变坏之后 有没有持续向善 他自比以为自己是耶稣会的神父 他以神父的姿态 在救赎别人 所以如果中东警自比 有曼德拉 所以柯文哲你现在是 神父在救赎曼德拉 所以是曼德拉 需要你神父的救赎 所以这两个就搞笑 这两个太荒谬了 那台湾的政治 怎么有一天走到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以前人家在想说选县长 县长是要带领一个城市 苗栗就是要选 苗栗县县长要带领苗栗 方方面面各方面 教育交通 城市都市更新 然后文化各方面 你要一个 县长是要表率的 表率 你一个柯文哲 你一个总统警 你把整个台湾民主到底做什么 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就是说真的要选一个 真的可以治理一个城市的人来当首长 那国民党真的还是认为 谢福宏是比较好的人选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说要怎么样 真的吗 有吗 有在想吗 还是一直在规划 还是又半放弃了 你们连开除都不开除 你们违规政台都不开除 你们有没有发现 林哥人之前蹲下去非常久 然后一跳起来一名惊人 然后声势扶椒池上 最后取得胜利 谢福宏现在正在等待一个 蹲下乐旗的时机 范老师 我真的觉得周冬寅真的太搞笑 他说他自己是曼德拉 他明天可能说他明天是翁山苏姬 台湾的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被民党军政府逮捕 但是说他是台湾的刘晓波 刘晓波也因为争取人权 被中国抓起来 太荒谬 这比例都不倫不类 但是我在这边我要恭喜 这个曾文学 笃定当选 你去告曾文学 不提高他知名度吗 我跟曾文学有同台过 口才非常便捷 逻辑非常清晰 他才34岁 非常年轻 然后立先议员 我看他议会他最年轻的 他去指责这个周冬寅 周冬寅现在只能告他 那你告他不是帮了他 而且曾文学 还是徐定征的发言人 这连带什么 拉抬徐定征 徐定征出来力挺曾文学 你看这个司法迫害 所以我真的觉得 搞了半天 他今天跟柯文哲 这个一合体 一夕之间变成全台湾的 全国新知名人物 本来就是地方型的 一举成名天下之 好高兴 去市政府拜会 还去什么渔市场 台北渔市场 往那边走来走去 还觉得他现在 生事不得了 就看起来刚好是相反 刚好被大家起底 被大家发现 这么多的前科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他想要通过柯文哲 来衬托自己 来拥有更多的知名度 甚至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年薪票很少 所以他想要通过柯文哲 有很多科粉 在网路上帮他造势 让他有多点年薪票 结果现在看起来是 适得其反 所以我真的觉得 偷积不着 十把你 你现在还想去告曾文学 说他意图辞人不当选 那我觉得刚好相反 曾文学要连任的几率 大幅增加 而且连带帮到了徐定征 所以说这次民进党的徐定征 有没有可能翻转 让这个过去苗栗 长期以来被这个刘派 黄派轮流执政 刘派当县长 黄派在当议长 黄派当议长 刘派在当县长 刘派在当县长 刘派把持住 长期把持嘛 真的是独立王国 这个我们要叫苗栗国 水泼不进 真差不透 真的我觉得该翻转了 苗栗的年轻人 年轻时代 苗栗的中产阶级 应该去思考 怎么样让苗栗更好 而不是让苗栗 像我们的花联国一样 长期被傅昆奇 傅昆奇当县长完之后 让他老婆当县长 两个人轮流当 那我不需要讲 这个样的一个 台湾的政坛的一个 怪现象 不应该再出现 当整个台湾其他县市 都在翻转 都在不断的招商引资 而苗栗却不断的 原地踏步的时候 真的要有一个 翻转的机会 我想这一次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好机会 Eric 所以是不是只想 顾着救国团 这些旧势力 这些旧财产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台北市有这么大 大到蒋万安 在同志大游行的时候 连十分钟的时间 都抽不出来 台北市政大到那样的程度 为什么 那个蒋万安的 大概包括车程 骑脚踏车 用跑步的方式 都没有办法 抽出一点时间去参加 他口中号称 他很支持的 同志大游行 为什么 其他人都有办法 就你没办法 你每天的行程这么多 多到这么多 你还有时间去跟谢国梁合体 不是吗 但是就没有时间去参加 同志大游行 因为很简单 你怕去参加了以后 是不是怕参加以后 去得罪了国民党 所支持的这些老碑碑 跟老太太 所以会让你胜然的票跑掉 大家当然做这样的一个质疑 嘴巴讲支持 但事实上行动很诚实 那你前一天连一点时间都播不出来 第二天你却去参加救国团的活动 还下雨的情况下去参加救国团的活动 风雨无阻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位口口声声 那么在这个相关记者的面前说 台北市民在乎的不是我姓蒋还是姓张 还记不记得 那请问一下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要口口声声 在救国团的活动里面 第六次说 我爷爷是蒋经国 你就是要让这个深蓝的 国民党的支持者 想起蒋经国的好 然后把票投给我 你的目的就这样子嘛 让他们从黄珊珊那个地方 留回来给我嘛 各位 就在昨天 就是中华民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成立70周年的日子 就昨天 为什么是昨天呢 因为70年前的昨天 就是蒋经国的爸爸 蒋介石66岁的生日 所以特别选在那天 顺便拍一下他爸爸马屁 当时是国防部总政治部的 这个主任的蒋经国啊 借这个机会 那么你要知道 那么国民党会在中国大陆 把花花江山给丢了 年轻的这个相关的学子搞学潮 然后呢工人搞工潮 然后最后呢 包括这个媒体的这个掌控 终于让他丢了嘛 所以要把这个年轻人给抓起来嘛 所以蒋经国在那个时候 才进行这个筹备 中华民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请听清楚 没有反共就没有救国团 因为呢 在救国团的这个成立的要旨里面 直接说 救国团的成立 他之所以会成立救国团 就因为要苦干实干 反共抗恶 复国建国 这就是救国团成立的最主要的宗旨 请问一下 现在那个蒋万安去成 现在去参加了这个救国团的相关的游行活动 有反共两个字吗 没有了 没有啊 对 没有反共两个字的反共救国团 这个救国团要救的是哪一个国啊 请问你嘛 很简单嘛 70年前的救国团就是为了反共 所以他成立的嘛 好 反共以后需要两种东西 第一种东西就是物色 需要办公地点 第二个东西是钱 需要钱嘛 所以当时那么蒋经国用一纸公文 发含包当时台湾省政府的 台湾省政府的省主席吴国珍 跟财政厅长任险群 然后发给很多东西要钱要地 就是这样 最后竟然被省主席吴国珍 跟财政 那个时候的财政厅长任险群打回去 认为说你们这个是民间社团 怎么可以要我们的吗 最后两个全部下台 就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跑到亡命海外 到美国去 一个被判了七年 知情知情知匪不报嘛 所以事实上后来救国团 就用这个整个相关的资源嘛 那蒋经国很聪明啊 为什么呢 他这样知道 他用年轻人来那个 等于说也要笼络救国团嘛 各位 我们现在后来高中跟大学 不是有所谓的军训吗 对 就是这样来的 军训就是为了因应青年反共救国团 所以青年要有教官在里面 教官就进到校园 就是救国团 对 所以他事实上要掌控 他要掌控你整个年轻人的心 要掌控什么部队的心嘛 对 那现在呢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当救国团都不反共了 当救国团都违背他70年前 那么成立的两蒋时代 由蒋经国主任所成立的时候 那些这个等于说最重要的宗旨 救国团有一段时间不是物色先锋 迎中横建行队玉山登山队 然后还有大小鬼扶登山队 他用这些来吸引年轻人参加 但那只是一个方法 他最主要是要那么鼓吹 人轻人反共复国的这个决心嘛 怎么你们在唱这个中华民国送的时候 忘记了那个时候 蒋介石死掉的时候 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那个先总统蒋公纪念歌里面的 最后那个歌词叫做 反共必胜见过必成 你们这些徒子 对不起自己的这个 等于说当年的那么国民党的总裁 对 那余将军怎么看 蒋万安看起来是比较关心 这个救国团的财产 大家认为蒋万安是不是选边站 他不是选边站 这次的救国团的游行 是谁来动员 军系 是军系来动员 很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不去啊 他说救国团活动怎么去 我说我们在军校毕业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北投复兴钢 所有三军十一校会做一件事 叫做反共爱国教育 所有军职的军官毕业生都要去 谁来当讲座 反共救国团 里面上什么 肥党理论批判 告诉你这个共产党 它的唯物辩证 有多么可怕 告诉你共产党统治 有怎么专制 所以坚定了我们爱国家的信念 所以有反共才有爱国 爱国必须反共 这是当年我们军校毕业 共同的价值 所以这场游行我就说 那救国团的游行 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哇讲出来我就疯了 他说公益自由和平 我说啊 公益自由和平 我们现在不自由吗 你应该到对岸去游行啊 你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啊 跟习近平讲啊 你搞专制啊 搞地制啊 那我们不公益吗 我们不自由吗 台湾是全华人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他说没有没有 还有一个关键理由 所以你一定要来 我说什么 四个字官逼民反 我说天啊 这应该是跟习近平抗议吧 对啊 对 我说反共救国团 他说没有反共 我们现在是救国团 我说好 救国团也好嘛 不反共怎么救国 你如果今天出来游行的核心价值 叫做什么 叫做反共保台 救国保民 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 那你的不是啊 你这个反共救国团 你的游行不再是为了救国家 不再是了反共产暴政 而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救国团自己的私利 我的财产要被冲工了 我的这个基金会 可能要变成国家的 我说救国团本来就国家的啊 对啊 那他说没有 这被民进党收走 我说你真是没志气啊 中华民国永远民进党执政吗 中华民国永远不会政党轮替吗 我们不是习近平 我们不是开完二十大的中国 他是可以政党轮替的 对 你如果能够爱这块土地 如果你可以坚定反共的信念 谁说中国国民党不能 那明显那就救国团 在把持这些土地跟财产吗 是 所以说这些人是为了什么去游行 他不是为了救国 他不是为了反共 他不是为了保台 讲的好听叫做公义 自由和平冠冰民反 讲他就私利嘛 这些既得利益者 不愿意放出他的这些所得嘛 对 所以听了之后我觉得难过 可是更难过的不是这个 更难过的是那个五星旗 五星旗还不值得让我愤怒 他是把五星旗 跟中华民国国旗结合在一起 左半部是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地方 加了五星旗的logo 然后再加上马英九总统在现场讲的那个话 我真的觉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说两岸怎么会不互相隶属呢 那个五星旗摇得好爽啊 为什么你知道 上半部是中华民国国旗 右半部就是五星旗 那这个验证的马英九讲的嘛 两边互相隶属 所以他每次都讲说中华民国宪法假的 我们固有的这个领土不能放弃 固有领土 那你就是要去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你要侵略我也佩服啦 反攻大陆嘛 你现在连反共都不敢讲了 哪里有反攻大陆 所以这一场我觉得是闹剧 那很多人说没有 那蒋万安他是被邀请去的 他说他不是主办单位 是救国台主办 被邀请去他还是去了 对我说你去了以后 他说没有 他在现场没有看到五星旗 我说好 就算你现场没有看到五星旗 你回来看到报纸 你要不要表示这种态度 你应该讲啊 中华民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绝不隶属这个对岸 那你讲了不就得罪马英九 所以你当一个市长 你要表现出你对于国家的态度 你说救团是我阿公创立的 是蒋经国创立的 我同意 当时为什么创立 那在隶属在国防部 政治作战总部下面 那是反共的 专门抓匪谍 专门抓共产党的 就要延续他的精神 对 你要反共保台 那你去了 你变成公益自由和平 然后说官兵民反 这不对 你侮辱了救国团 救国团的核心价值 就是反共 就是爱国 没了反共 如何爱国 没有爱国 怎么保护我们2300万人 陈时中团队 昨天针对蒋万安 抹黑防疫的这个部分 提出非常多的反驳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到底谁的防疫做得好 谁的防疫做不好 很这个血淋淋的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的富士康 郑州厂 最近就发生员工大逃亡 要请教宽哥 为什么这些员工 要选择走路逃亡呢 他们那边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习近平坚持中国要清零 包括日本的本田 日本的丰田 德国的福斯 都在中国曾经锻炼过 然后最近呢 车用电子的大厂 这个叫安森美 各位家里面 很多的车子里面 包括的荧幕 包括那种电子零件 都是安森美 他市占非常高 接近四层 他说上海我受不了了 常常在断裂 我要在亚洲设定第二总部 我要移到新加坡去 各位这个是外资的一个写照 鸿海富士康有多大呢 鸿海富士康 他每天开门做150亿的生意 一年的营收是五兆 但最近富士康有很多的照片 传上了国际之后 传得沸沸扬扬 为什么传得沸沸扬扬呢 在过去几周当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那种 第一个刚才仲将所谈论到的 步行逃亡的带子 这是一个 第二个隔离的带子 这又是一个 后面又出现了所谓的万人抢食 各位你去想 富士康在那边的工人 有二十几万人 几乎是一个城镇的一个规模 怎么会又发生了抢食呢 然后后面呢 发生很多事情一件接一件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要坚持清零 那因为坚持清零呢 中国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辨别 叫做健康码 因为这些人的手机的健康码 已经变成红码了 所以他们很辛苦哦 这么冷的天 为什么要沿路走走走 几百公里要回家呢 因为第一个 他们不能够上公交车 也不能够上火车 因为他们连上都上不去 甚至于很辛苦哦 他们走回去的时候呢 他们也不能够去上餐厅 他们也不能够去进到一般的旅店 为什么呢 这个也都进不去 那这件事情到后面呢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郑州的旁边有一栋 过去我们叫烂尾楼 本来都是黑的哦 结果突然间呢 到了晚上灯火通明 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就有很多人进去里面隔离 可是进去里面隔离呢 资源 水源都不太够 所以后面发生了非常多辛苦的一个事情 目前富士康只要要回家的员工 富士康他们都会开点到点的一个接送 不用再百里逃逸了 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是突然间逃亡的 他们可能不知道 那他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了 因为订单真的有太多都没有补上 所以他们说你只要愿意留下来的呢 加薪百分之三十六 每小时在郑州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台币一百六十八块了 而且还保持住 这个是他们发布四点声明当中的一个说法 然后再来呢 因为最近的订单落后的比较多 所以包括了郑州厂 包括了深圳产都要开大产能 去把不足的百分之三十的手机的产能给补上 所以这个是富士康他们的平衡的一个说法 这是事情 富士康他想负责 但富士康其实他们说 当初当政府要清零的时候呢 二十几万个员工 有一部分的人就被移出去了 那移出去完之后呢 就归郑州政府管 郑州政府就在旁边征收了一栋烂尾楼 他们叫这个地方叫做爱心楼 就把一部分的人移过去 那移过去完之后呢 他们说他们在本工厂当中 包括了食堂 包括了医疗 包括了整个所谓的工厂 都是正常运作的 但是在这些爱心楼当中 很多的事情他们管控不到 他们管控不到 那当然这件事情 就现在全世界来说的话 眼睁睁的都看到了 全世界的制造业的一个霸主 这个叫洪海富士康 他的整个员工最多的时候 曾经到达百万人 目前的员工还有三十七万人 想不到在郑州 过去的几周以来 那我们发现了 中国清零政策 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个也可以说明到 到底是全世界 现在都要跟疫情共处 只有中国在清零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跨国企业 在这里都会叫苦临天 我们看到富士康厂 这些员工大逃难 恐怕是会影响到 iPhone的生产 所以现在只要用钱的方式 希望这些员工能够回来 但是能回来多少 恐怕还不知道 富士康厂恐怕是 来这个范老师 显然中国的这种清零手段 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所谓的健康 根本就是变成了一种监控 对 就被人是 好像你被通缉了一样 他将把你变成是 颜色改变变成红色之后 你可以说是 到处你不管是餐厅 不管是饭店 甚至连厕所都不能上 他现在连公共厕所 你都要出事马 天哪 如果你是局势 很抱歉 你只能就地解决 所以这是个完全 不能到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富士康的里面的员工 因为他有二十几万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城镇 对 那现在有 除了里面的人想逃 因为他们第一个 粮食不够 医疗不够 很多人确诊 就把你放在那个烂尾楼里面 自身自灭 也没有医疗 所以到时候 你可能就因为肺炎 就死掉了 所以大家要逃 第二个就是因为 中里面的干部 认为他们也管不下去了 因为二十几万 你们的人 你跟你讲 粮食不够会打架 然后大家心情不好 所以很多也是怎么样 把它偷偷放出去 让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乡去 我富士康也不要担负这个责任了 iPhone生产部出来 无所谓 可是这里面的党委书记 因为他们在 富士康也有党委书记 也是中共派去了 他要保住乌纱帽 刚才要把你们偷偷放走 你们回去你们的家乡 我也不想管了 可是这些他们敌开之后 第一个 他们不能搭车 没有饭店可以住 晚上可能会冻死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中国西安北方很冷 我们看有些人 就是散心人士 提供他们一些食物 他们连去买食物都不可能 因为商店不让他们进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会饿死 可能会冻死 毫无人性 对 然后就算他顺利走回家 你认为他登地的 这些地方官会接纳吗 你怎么能赶走 我才不要 隔离 到地方回家就隔离 隔离还算不错 就不让你进城 因为你进来变成 我这边有确诊了 那我这个城镇是不要封城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 有个台商朋友 他其实确诊是很轻微的 他到中国去 第一个 先关医院21天 关完之后再关防疫旅馆 7天 28天 所以你看 这些人在富士康里面 如果被关下去 可能要关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所以大家跟我去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 他把上海封城封了两个月 造成上海的经济几乎快 走向一个摧毁的边缘的时候 遗漏千丈 他竟然升官 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还有可能成为总理 国务院总理 我请问 如果李强的模式 这种强硬的蛮横的防疫措施 不但没有受到处罚 还被习近平重用 那我问你 其他国务员是否有样学样 我们也要升官 我们要比李强更强硬 更野蛮 更狠 用这个动态清零持续下去 那我必须要讲 到最后是怎么样 中国有办法的人全走光 你看现在上海 过去实体洋场 灯红酒绿 现在一片死急 上海现在只有一个地方 人最多 最密集什么地方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大家抢得办签证 抢得要离开 现在上海的机场 人满为患 大家都要飞往美国 他觉得绝望了 你看谁去没有 张艺谋现在也跑到美国了 中国大导演 冯小刚也到了美国了 现在连姚明都带着小孩 带着女儿到美国去了 快逃啊 逃啊 有办法逃 现在连很多的官二代 连官都不想做了 因为他们不想 什么时候要封城 什么时候要封城 中国的经济 被李希腻明将搞下去 还得了 大家觉得没有明天 干脆逃跑 所以这是中国 现在的一个现象 对的确 中国的这个惨况 所以蓝营的朋友 有看见吗 还是持续在抹黑 城市中抹黑 这个台湾的防疫 那我们看到 现在中美的一个态势 在军事层面部分 要请到余将军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有匿名者 去害中国的这个网站 然后去贴蔡总统的照片 再来美国习日的飞官 去协助解放军 结果被美国认定为叛国 这段时间 你看美国的华游 就登记来说 这个中国现在 对台湾的做法 三个步骤 他说这个三个步骤 跟这个布林肯讲的 没有不尽相同 他第一个 要拿下台湾 第二个 要掌握台湾 第三个 要利用台湾 他拿下台湾就是导弹 把你围起来 围到你受不了了 你跟我投降 第二个他要台湾的经济 因为台湾有晶片有技术 他有了台湾的技术之后 他才可以跟美国大小生 那第三个利用台湾 他用台湾来威胁美国 他现在是拿我们来威胁美国 就是说台湾没有拿下来以后 我们的花莲港 可以直接威胁到夏威夷 所以你美国没什么好怕的 现在习近平是不但利用台湾来威胁美国 美国知不知道 美国很清楚啊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我们对台湾好 是要维护整个东南亚的和平 不希望因为中国的崛起 而造成这个地方动荡 我连整个都修了 我变成什么 变成印太战略了 就告诉你我很重视 那么美国的想法 中国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他非常清楚 可是呢 这个纸老虎不能被戳破 不断的虚张声势 就告诉你 你看啊 我就换了最狠的人来当 这个军事 军委的副主席 而且张又霞留任 然后把这个何卫东 战狼派的 东部战区 拿来直接升官 他就告诉你 我很狠 我要打仗 那美国的做法 不会用呛瞎的 你看美国不阅兵嘛 你怎么都看过 美国T政部阅兵 在那边向右看 没有 美国人不阅兵 美国主席做一件事 我用实际的演习 告诉你 我有多少实力 所以开始动了 他就讲说 以前的飞官 你被你抓过去 变叛国贼 其实这个飞官 英国就发布了一段 这个中国把飞官动去 给你一年一千万台币 然后英国本身 再给这个飞官 一千万台币 反间谍 就反间谍 你把中国叫你用的 这个飞行器 歼20机密要传回来 我再给你一千万 这样子 对 所以说中国 赔了夫人又责兵 你叫人家教你飞行 人家把你的资料 全部弄回去了 反间谍 对 所以我就讲 千万中国不要以为 自己很聪明 运用人家拿钱 然后就要利用人家 其实人家 早就已经知道 你要这样做了 所以说这些飞官 看起来是叛徒 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美国的这些 包含CIA 包含中情局的人 这是做给中国看的 不是吃素的 你叫我去 我也赋予他 你要跟我比这样 对不对 我给你一倍 拿回来 我给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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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倍